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现役球员中谁能超过科比的单场81分 这个问题相信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有着清晰的答案 而对于科比曾经最强队友奥尼尔来说也是一样 在3月2日的一场访谈节目中 奥尼尔被问及现役球员中谁能单场得分超过81分时提到了这5名球员 分别是哈登、欧文、杜兰特、库里和布克 那么奥尼尔提及的这5名球员真的能做到吗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先知道当初科比完成这项成就的条件 第一便是在球队里拥有着无限开火拳和高额的出场时间 简单点说就是有着超额的出手次数 而且队内不能有其他巨星球员抢占球权 其次便是在这超额的出手次数下必须要有一定的三分比例 然后便是需要将这些出手次数转换成相对合格的效率 最后便是这场比赛一定要十分胶着 不能一口气被打死 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 我们再来看奥尼尔所提及的5名现役球员 首先是哈登作为联盟过去的得分王和历史上usage rate最高的球员之一 哈登的得分能力毋庸置疑是联盟挺肩 毕竟哈登有着炉火纯青的控场能力 能够通过传统的有球掩护来突破对手的防守包夹 而且更重要的是 现在的这个时代也十分适合哈登 由于哈登有着独到的后撤步三分 当他运球进入节奏得到一次后撤步的出手空间 或者是拜佛准备衔接欧洲布时 对手就要提防他的造范规能力 这使得哈登成为了历史上闻所未有的 能够同时在三分和罚球上都能持续得分的球员 因此 对于哈登来说 他的得分能力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由于现在哈登来到了篮网 在篮网他拥有着进攻火力十足的欧文和杜兰特 这就使得哈登不会拥有无限开火权 这也就直接限制了他去冲击高得分 但是也并不能说哈登因此就不能做到 因为现在篮网的阵容主要就是三巨头 而在杜兰特和欧文频繁缺阵的情况下 哈登是享有无限开火权的 而且要知道 现在篮网阵中的教练还是纳什和德安东尼 那么在哈登单独带队的时候 是能够给他在火箭时期最熟悉的打法 那么在让哈登遇到实力相近的球队 只要不打花 并且他也是有得分欲望 那么他将会有很大的机会冲击81分 而且罚球得分一定是会占据40% 其次是欧文 虽然欧文私职控球后卫 但是不可否认欧文在进攻方面的才能 在他的身上完美地集合了各种突破和固人技巧 其中最出色的便是他的人球集合能力 他不但可以做到在三到四个人的围吹堵截下不失误 而且可以在三到四个人的包夹中寻找到得分的机会 只要让他突破到篮下 他就可以用各种不可思议的技巧在篮下完成终结 简单点说 欧文想要得分其实也是探囊虚物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欧文的得分效率极其高效 在每个区域的命中率上都处在联盟的中上游 可以说对于欧文来说得分也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由于现在待在篮网也不会有无限开火拳 这就使得欧文很少能够冲击高分 即使是有无限开火拳 欧文也很难打出超过60分的得分 毕竟对于欧文来说 他最欠缺的其实不是机会而是爆发力 而爆发力的短板也会限制着欧文去冲击高分 可以说对于欧文来说 他是一名历史级别的得分手 但是他很难去超过科比的成就 而后世杜兰特 杜兰特的得分能力可以说也是联盟公认的历史级别 毕竟我们都知道杜兰特的进攻手段全面丰富 并且样样精通 出色的运球和投篮能力让他的得分点毫无死角 无论是篮下还是三分 无论是干拔还是突破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便是杜兰特的身体天赋 让他面对任何人的防守都是错位 这就使得他的进攻效率极高 所以我们也就常常能够看到杜兰特轻轻松松打到了20加或者30加 但是即使杜兰特有着如此出色的得分能力 他也没啥机会超越科比 由于杜兰特现在身处篮网更多的打无球端 出手拳自主下滑 这使得杜兰特能够稳定得分却无法打出高分 同时就是杜兰特的体能受限 由于杜兰特的身体素质并不好 再加上此前的跟腱伤势 这都使得杜兰特的体能并不算很好 常常会伴随体能下滑 命中率也下滑 这也就使得杜兰特可以轻松得分 但是却无法通过爆发力拿到高分的原因 而除了这三名现在来到蓝卯的三巨头后 还有便是库里 简单来说 库里也是联盟的顶级得分手 在持球端 他可以借助挡拆突破 完成中远距离抛射式的投篮 篮下精巧的反篮和指尖挑篮 而在无球端 库里跑位精妙 出手速度极快 溜底线意识很强 最强的点在于可在持球和无球之间 无缝接换 这就使得库里可以轻松得分 但是对于库里来说 由于身体受限 这就使得库里在面对强硬防守时 体力会下滑营重 可以说库里的确是一名出色的得分手 依靠着持续性和稳定性 但是在爆发力和体能上 库里也是一样的有所不如 当防守强度增高后 库里没法保证 能够得到如此前那样的62分 但也不能就此否认库里 毕竟 在现在三分为王的时代 库里高效的三分命中率下 真的有机会超越 最后便是扑克 简单来说 如果要说这五名球员中谁最有机会超越科比 那么肯定是布克 毕竟 在此前 布克便是在凯尔特人的头上 成功砍下过70分的高分 而这也是得益于他出手点广 而且命中率都非常可观的条件下达成了 当然 更重要的也是布克有着扎实的基本功 加上柔和的投篮手感 而且 他也不惧怕身体对抗 这都造成了布克的70分 而现在 在保罗来临后 虽然布克的出手权有所下降 但是球哥认为 联盟顶级传球手的加盟 会让布克得分更加轻松 不用频频通过身体对抗得分 而是能够更加轻松得分的同时 有体力爆发 可以说 在太阳进攻端占据核心地位的布克 是有很大可能性去超过科比的81分 但就近期布克的表现来说 他很难实现 总的来看 这五名球员除了欧文和多兰特外 其他三名球员都是有的机会 但是也不能否认 他们两人不是顶级的分手 只是他们更多的还是得分稳定高效 当然 现在的联盟中 也不仅仅是这五名球员 还有这顶级的分手 有机会去超过这项成就 比如利拉德 我们都知道 利拉德也是联盟中顶级的分手 时常能够拿到50加的数据 其中 利拉德的得分方式 也主要是依靠着挡拆发动 而在保持相当高的挡拆数情况下 他还保持着相当高的挡拆效率 可以说 利拉德就是联盟挡拆王 而后 利拉德速度极快 也不惧怕身体对抗 常常主动找对抗 以制造空间或者哨声 这都让他能够博得得分机会 同时 利拉德的招牌动作是横撤不投篮 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这一动作完成了绝杀 可以说 利拉德得分能力也是毋庸置疑 而且 现在开拓者阵中 他也是有着无限开火拳 但是利拉德的一个小缺点 就是投射不太稳定 他无法保持稳定的命中率 这使得他很多时候神一场鬼一场 其实这一盒科比很像 可利拉德的个人能力显然不如科比 因此 利拉德虽然是有着很符合的条件 但是他的个人能力显然不足以 让他去达成这样拯救 不过如果他后续能够继续成长 那么他将有很大的机会去达到 而在列举完这些球员后 大家都认为 现役球员中 谁还有机会超越科比的81分成就呢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